自若,智者熬水,仁者熬山 智者洞,仁者静,智者落,仁者寿 孔子這樣說,喜不是喜歡游水的人就是智者 喜歡行山的人就是仁者 其實這是一個比喻 比喻兩種智者和仁者的區別 智者的智慧就像水一樣 多變的,流動的 而且一定要用行動去實踐 這樣才能證明到真的有智慧 有行動,實踐到,又不會有滿足感 所以智者動,智者樂 仁者的仁德是靜態的,穩重的 像一座山一樣,任何東西都可以包容它 它不像智者一樣,要去證明些什麼 要去體現些什麼 所以它就會長壽些 這似乎就是仁者壽 所以這個世界是不會有只講不做的智者 但是如果你能夠包容所有東西 連傻西都包容得到,那就長壽些